首先来看到高雄市防止登革热再显成效 市长韩国瑜在市政会议前颁奖表扬 包括三民区新德里在内 总共九个里一个月内没有登革热新增病例 宣布正式解除这些里的底内疫情 连同之前十一个里 目前高雄市只剩下两个里还没有解除登革热疫情 显示防范登革热已经有了明显的成效 三号的市政会议上很热闹 原定十点钟召开市政会议要颁奖表扬登革热防疫有功人员 但市长韩国瑜没现身 副市长叶匡时赶紧带打 但关键时刻韩市长终于出现了 三民区新德里里长才刚跟叶副市长合照 市长及时赶回来再补上一张 双方脸上都露出笑容 除了新德里长之外 这次共有九个里宣布解除本土登革热疫情 市长也一一颁奖表扬 感谢里长博投入防疫的用心 这波共有九个里解除疫情 连同上个月三民左营区等十一里超过一个月未传出疫情 目前全高中市只剩下两个行政区尚未解除疫情 而这也意味着对抗登革热已经有了明显成效 尽管已经有20个里宜规定解除疫情 但韩市长强调防疫工作依然不能松懈 务必要持续跟登革热说不 记者王思武秉语言高情报道